嘶 share story 大家好 今天又和大家出水 說說八卦 今天主要說的主角 就是可以說是 最受歡迎的 Youtuber之一 就是容可爾 雪姨 可以說是這個 香港Youtuber裡面 最富貴的KOM 是不是真的最富貴 不知道 因為其他Youtuber 就不知道他們的 財力去到哪裡了 但是因為雪姨她經常 都會去 有一些看樓團的片 又或者她自己 一些home tour的片 都很受歡迎的 講開她的片 其實男女老友都喜歡 喜歡拍一些真人神差 或者是一些 全港的男女 都會喜歡看美食 等等的節目 甚至是看樓團 就更加受歡迎的 那呢 我的頻道主要說一些 有趣的新聞 以及一些娛樂的新聞 如果喜歡的話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給我一個Like 那呢 講回這個雪姨 講一下她 為什麼她會成為這個 最富豪的Youtuber 一個這樣的稱號 有這個這樣的稱號 因為她當年 以950萬 買了一個 故居給她媽媽 一個樓 然後給了她媽媽 引起了很多媒體 要去 報導她 大家都對她的資產 很感興趣 那大家都知道 她是一個 很懂得做生意的人 那 那我們今天呢 就會講一下她 那呢 第一件事呢 就是先講一下她那個 家庭背景 那話說 她就 不是話說 應該說 她是公屋出身的 那其實她一直 在未置業之前呢 都跟公公婆婆 我和媽媽一起住 那所以其實 可以說是 沒有任何庫幹 也不是一個千金小姐的出身 那但是呢 她就以她這個 呃 就是叫什麼 她的影片呢 主要是非常之 率真的性格 那還有 很誇張的一種 表演方式呢 我吸引到這個觀眾去看她的影片 那另外呢 就是 講回她的一個生意頭腦 那很多人都說她是很有生意頭腦的 那她也都擁有八間公司 那我說她 就是 由投資啊 小時候由五千元開始儲 儲之後儲了十萬元 開始投資股票市場 然後然後就滾大了 筆錢 另外自己又有做一些Blogger的 工作 那所以就成立了公司 那就一直到現在了 那她在影片中呢 也都有分享她的 就是一些理財的觀念 怎樣去教人儲錢啊 等等 那除了這件事情呢 就是 無可否認呢 雪姨呢 是一個人物超廣的 一個 就是她擁有很多的人物 那她呢 還會認識很多的明星啊 很多的網紅啊 因為她自己也是做這一番的嘛 自己也是做一些網紅啊 或者她也是一些YouTuber的經驗 那所以她也認識MIRROR的 那有些照片就是她和花姐啊 和MIRROR一起拍 那我更加呢 看到有一次呢 就在雪姨的IG裡 PO了她和姜濤一起吃飯的 享用午餐的story 那看到她們兩個 真的吃得很開心 那這樣 那就 非常好 那今天呢 就正式入主題集 講開新的一條片 就是雪姨呢 就拍了一個專訪 那呢 她的專訪呢 就有講到她這個感情生活啦 那很多人呢 就在網上就猜猜 啊她是不是有老公啊 那在這個專訪裡面呢 就發現了原來她是 一個未婚的人士 對啦 那她未婚的人士呢 而且呢 就沒有說到她有沒有男朋友啦 對啦 那我想她的 topic是說 她摘偶 那可能就是沒有男朋友啦 那她現在的情況 那我今天呢 就講一下她 在這條片裡說 她的這個 摘偶的條件 那我第一個呢 就是說 因為雪姨去到 就是賺錢呢 也就是有錢人來的啦 那她呢 她的收入應該相對你高 然後呢 那她的收入是 她就有問到 那你介意不介意對方的收入啊 她就說 不介意對方呢 收入比她自己低啊 對啦 這個時候 所有的男士就會 Oh my god 我不想努力了 對啦 真的連我也不想努力了 對啦 那她就有說到 那她說 她自己呢 她的年... 就是她自己喜歡照顧別人的 那這個第一點 就是第一點 就是說 她說收入就不太介意啦 那 那接著 然後第二點呢 她就說到 就是她希望對方是 真是很有才華 身體很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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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對啦 就是有才華的 那樣 就是滑滑 彈琴啊 那樣 就是樣樣精 對啦 那這一點呢 她就有說到啦 那第三點呢 就是說到她的年紀 那樣 因為呢 這個真的 我覺得 挺大的爭議 那樣 大家說一下八卦 那樣啦 那因為呢 其實呢 雪姨她一直都沒有 公開她的年紀 那我就 做了一些 research 那樣 那我看了很久很久 咦 好像都沒有說過雪姨的年紀 那呢 那另外呢 就在網上 那有些網民就說她四十歲啦 那我自己去看呢 其實我覺得她三十幾 對啦 三十五左右啦 那 那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因為她曾經說她是有炒鍋輪 而且她有說到她 當時一出來的人工是八千元 那我當她是 我當她是很 很年輕的時候 沒有讀完中學 就出來做事 那我想 那段時間 找八千元的那段時間 我想都 相對地比較遙遠的時候 對啦 那所以呢 我覺得她的稅數 大概都三十 就是一定過三十 三十 一二 或者三十五 這個 range 對啦 那所以我自己覺得 她又說到她的 她的 年紀是 二十五至二十六 哇 這個真的 非常之 看來她最少鮮肉 對啦 看來鮮肉 真的 大家都喜歡 那她就 蘿蔔 青菜有各有所愛 我有沒有說錯呢 對啦 這樣呢 那大家就 對啦 那她又比較喜歡 對啦 這些 鮮肉type 對啦 所以這個真的 這個真的 是不是男士的福利 我都不知道 對啦 對啦 她比較喜歡鮮肉體 又有才華 又有收入 那 這個這個 這個就是 可能 對啦 有些 年輕的男士 就可以努力去做到的目標 對啦 那 那這個就是 雪姨的專訪 那我今天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這裡啦 那如果喜歡